歡迎收看《突發七將》 我是安又齊 先來看這真的太誇張了 民眾黨的黃珊珊 不是才發臉書嗎 民眾黨一定會投否決票 不同意這個罷免門檻提高 而且還說不但會投否決票 甚至還一定會經過討論 要有心人不要潑髒水 但現實是 今天在立法院 藍白竟然聯手 讓家嚴版的選罷法 要直接禁腹二毒嗎 但這樣真的就救得了謝國良嗎 而鄭文燦被羈押 禁見之後 這個強大的律師團火速提槓告 但是民進黨也很迅速的 做出了停權三年的處分 只是沒想到人心惶惶的 居然是藍白嗎 而且鄭文燦的事情 竟然嚇到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還要先出來打預防針 因為朱立倫說 這個賴總統 打擊了第一位政敵之後 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麼對付我們藍白喔 那如果賴總統真的要對付藍白的話 朱立倫覺得下一個會是誰呢 為什麼朱立倫會覺得是這個人呢 難道知道很多不為這個人知的事情嗎 不然為什麼要這麼怕呢 好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員 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資深媒體員 康仁俊 財英專家 姚慧珍 財英專家 姚慧珍 大家好 國民黨討論事件 林涛 優秀姐 大家好 財英專家 邱敏寬 優其好 大家好 國際政略學者 林廷輝老師 優其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到是史上最大規模的北約峰會 怎麼又讓中國跳腳了 敏寬 現在跟各位說一件事情 這次北約峰會成員之多 為什麼呢 歐洲的一個部分的話 單單 折倫司機一趟路 千里迢迢就過來 但這次呢 先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五眼聯盟 全道 所以很多人說 北約當中有誰呢 很簡單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澳洲 紐西蘭 不對啊 澳洲 紐西蘭不是北約成員啊 這次首度邀請日韓 紐澳 所以現在的北約的一個定義 過去叫做歐洲的北約 現在的一個北約是什麼呢 就是把俄羅斯 北韓 中國 用一個捆農所把他給綁起來 然後呢 北約完之後做了一個結論 警告中國援助俄羅斯 是一個關鍵的縱容者 哇 中國聽到的不開心啊 氣呼呼啊 謊言 生動 抹黑 就一路在駁斥喔 但我們要講實在話啦 我們要看內在的行為嘛 最近內在的一個行為 現在中國整個不管是海軍 不管是海巡 親盟打火 已經到誇張的一個地步了 每天四面圍台 這個我們知道 常常跑到整個南海去燒腦菲律賓 這個大家也都聽過 直接跟日本槓上還敢把人家日本繞了一圈 這是前兩年發生的事 現在一趟路跑去阿拉斯加啦 哇 中國聽到了不開心啊 氣呼呼啊 謊言 生動 抹黑 就一路在駁斥喔 但我們要講實在話啦 我們要看內在的行為嘛 最近內在的一個行為喔 現在中國整個不管是海軍 不管是海巡 親盟打火 已經到誇張的一個地步了 每天四面圍台 這個我們知道 常常跑到整個南海去燒腦菲律賓 這個大家也都聽過 直接跟日本槓上還敢把人家日本繞了一圈 這是前兩年發生的事 現在一趟路跑去阿拉斯加啦 那阿拉斯加呢 現在各位談一件事 美國海岸防衛隊他就說 他們目前已經證實中共有四艘軍艦 而且尤其我跟你說 這個四艘軍艦他分得很散 所以一開始衛星抓到的時候只有三艘 結果後面呢 他們美國的海巡派船出去 一對一開始要坐定監的時候 又發現另外一艘 而且現身在阿拉斯加的一個外海 他航入了美國的一個 專屬的一個經濟區 這個已經算親盟打火了喔 這個時間點解放軍不但沒有說 好好的來檢討 就是檢討一下自己喔 就在這個時候他說 我們現在大殺器出現啦 現在跟各位說這個叫轟6K 最近呢在整個航空展當中 出現的這張照片 大家一看嚇一跳 為什麼呢 轟6K很簡單 一般的轟炸機 可是轟6K下面掛那四顆飛彈不得了啊 為什麼呢 這個叫做飛彈飽和攻擊 他們目前轟6K掛上的 大型的一個飛彈之後 他們就說 我們這個可是關島殺手 為什麼是關島殺手呢 因為轟6K可以飛三千公里 飛彈又可以飛所謂的一千公里 三千加一千 一來一回各位 就四千公里啦 關島距離中國的一個距離是 兩千八百公里 所以他們就說 我們這個叫關島殺手 而且解放軍他們自己有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就是簡單的說解放軍出的錢 可是呢 就幫解放軍擦脂抹粉的 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就說很簡單 如果說我們要摧毀美國關島的一個安德森基地的話 我們只要出發五十架的一個戰機 用兩百枚的一個飛彈 一次飽和攻擊 他直接就把他拿下來 就是這樣子 宛如倒定一般 人家都沒有防空系統等等的 但是呢 目前先跟各位談 解放軍附屬的一個網站 哇 真的是 非常的誇大其詞 但最近大家全部都在盯 盯誰呢 山東艦 最近山東艦呢 整個艦隊晃啊晃啊晃的 晃到宮古島東南方 大概五百二十公里的一個地方 先跟各位說 這個地方其實離台灣很近 其實離台灣很近 那我們來看喔 他就在這個地方練習起降 所以呢 每天就可以看到飛機啊 就起飛上去 然後下架起飛上去 下架就在那邊練習喔 可是練習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時候包括了日本 包括了美國 通通都動起來了 日本海上智慧隊 他們就做了一個非常近距離的一個 近照的一個拍攝 從畫面來看 這個距離 我在目測大概只有三四公里而已 其實是非常近的一個距離喔 結果美國就說 我們呢 不用那麼勞食動眾 我們不用出動所謂的一個艦隊 他們是MQ四溪海神無人機直接升空 那升空完之後呢 當然美國沒有說 他們的照片是怎麼樣 但是暗中監視呢 寫跟日本說 跟全世界說 不是只有日本在看 我們美國也在看 我們一直在盯著你看 其實各位別忘了 其實更上空還有衛星了 好 我們來看這件事情喔 最近日本有一艘非常新型的 這個叫梁月號 梁月號呢 他就慢慢的晃晃悠悠的 通過的哪邊呢 通過了浙江的一個領海 那通過浙江的領海 又小心跟你說 這台這台戰艦 其實構造非常的漂亮 而且是新型的一個雷達 然後他距離大概浙江只有 十二海里左右喔 然後就在那個關鍵的 十二十三十四 十二十三十四 慢慢的滑過去 滑過去完之後呢 哇 中國氣呼呼啊 他說你這個不是蓄意在做挑釁嗎 那梁月號就說其實不對啊 這個地方其實我是慢慢要往台灣 這個地方靠過去的 所以他就是慢慢的滑過去 滑過去完他就說 我們使用的叫做無害通過拳 這個是目前雙方的一個說法 而且老公也常這樣幹啊 別人是蓄意挑釁 那你自己不是蓄意挑釁嗎 上次中國跟俄羅斯 各位還記得嗎 十艘戰艦給人家繞日本繞一圈了 好 現在再來看一件事情 現在其實很多的壓力點都在台灣 特別是在漢光的一個前夕 我們來看喔 中國四艘海警船 又闖到了金門的一個海域 而且闖到金門的一個海域呢 這次海巡一點都不敢放鬆了 為什麼呢 過去每次出去 他們都有人數上 跟整個艦數上的一個優勢 所以這次呢 你來四艘我們也四艘 所以呢 我們派四艘上去 一對一全程來做整個 跟肩跟對應 為什麼呢 不可以讓你看到我們的氣勢 相對來說是輸的 但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來看喔 哇 最近狙擊手夾艙 又發現了新的一個標的了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奇怪 這張照片怎麼會這麼模糊呢 這麼模糊呢 先跟各位談喔 這個是把整個規格往下當的 因為狙擊手夾艙 他旁邊有很多參數 尤其有跟你說 這方面呢 距離方向對方敵擊是什麼 其實整個所謂的狙擊手夾艙 他是可以有參數出來的 甚至於呢 那個參數呢 先跟各位說談什麼事喔 狙擊手夾艙可怕的地方是在於 他是跟頭盔連在一起 所以他頭盔看到哪 就打到哪 其實按鈕就在手上而已 重點是你要不要做所謂的第一集喔 所以呢 解放軍天天搞所謂的一個四面圍台 昨天又有五十六架的一個共機 越過我們的ADIZ 但我們整個跟他們看看說 你怎麼不知道是我啊 先跟各位說談什麼事喔 狙擊手夾艙可怕的地方是在於 他是跟頭盔連在一起 所以他頭盔看到哪 就打到哪 其實按鈕就在手上而已 重點是你要不要做所謂的第一集喔 所以呢 解放軍天天搞所謂的一個四面圍台 昨天又五十六架的一個共機 越過我們的ADIZ 但我們整個跟他們看看說 你怎麼不知道是我啊 因為這套系統跟過去不一樣 過去鎖定是有敵意的 所以你上面所謂的感應器也會想 現在呢 你被鎖定了 可能連解放空軍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呢 不過剛才敏寬講到了 這個北約峰會史上規模最大 因為這次北約峰會竟然呢 把日韓紐澳都給找來了 甚至還發表了 被這個外媒認為呢 是迄今以來 對中國最嚴厲的譴責跟談話 就請教廷輝老師 當然最重要的是北約在乎的 就是你中國不停對俄羅斯的 這個軍事支持 那北約在發表這樣強硬談話之後 中俄關係就會產生變化嗎 如果不會產生變化 繼續這樣黏TT的話 那你認為中國未來在歐洲的角色 跟定位會不會受到影響 當然中俄關係 不會因為北約的譴責 他們就產生變化了 否則你看到了 為什麼王毅跳出來說 來譴責北約說 你都是這個造假 你說罵我這個是不合不合事實 為什麼王毅會有這麼大的反彈 都不會收斂一點嗎 其實就是因為北約的 這個聲明當中 早就已經把中國點名了 而且點得非常仔細 他點名中國兩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你就是決定這個俄烏戰爭 會不會結束一個重要關鍵 也就是說你如果不幫助俄羅斯來講的話 那這個戰爭可能打不下去 這個俄羅斯可能就沒有任何的後勤補給 那沒有辦法再持久的戰爭 但你現在因為幫助了俄羅斯 所以你今天來講的話 要扮演起負責任的角色 其實他講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就是你中國的問題 那你這個這種指控來講的話 當然中國一定會否認嘛 但是問題是你已經被抓包了嘛 因為他提到了說 你提供的是軍民兩用的物資嘛 所以他就北約就告訴你 紮紮實實他們已經抓到證據了 另外一個東西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你知道就是說這幾年以來 日本跟韓國都有參加 北約的這個峰會 所以日本韓國不是第一次參加 那日本韓國參加了之後 包含北約的日常的一些演習 這個演習包含網路安全 網路攻擊的一些演習 日本韓國都有參加 那這一次點名中國的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什麼 就是網路攻擊 而且他說你中國所製造的網路攻擊呢 不是只有局限在印太地區而已 你連包含歐洲大西洋兩岸都攻擊 所以他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歐洲跟大西洋這邊 你也攻擊的北約的這些國家 所以再加上你製造不實消息 他講得非常清楚 很多的什麼就是假消息的工廠 都從你中國發展出來的 所以很多的這個新聞呢 他認為說你我們要尋求所謂的透明度 否則來講的話 你這些網路攻擊也好 或是假訊息也好 假消息也好 都會製造整個各國的動亂 所以他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說面對中國 他要求要求中國說 你不是只有那種 我們知道實彈的 槍炮彈藥的這些威脅而已 他還有網路攻擊的部分 是北約已經盯上中國了 所以換句話講就是說這一次這個峰會當中 有史以來真的是最多國家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三十二國家 這一次最新的包含瑞典 他也加入了這個北約 然後這一次 澤洛斯基也有到現場去 那拜登來講的話 也就是全力支持 而且不要忘了 三十二個國家 現在已經有二十三個國家 他們的GDP 已經拉到了百分之二 就是國防預算的GDP 拉到了百分之二 所以以往在川普執政的時候 只有大概五六個國家而已 就百分之二 現在已經有二十三個國家 拉到百分之二了 所以代表說他們未來 長期以來來講的話 會持續的再增加他的國防預算 那增加國防預算之後呢 當然不只是對付俄羅斯 你知道整個北約的新的任務 其實就是對付中國 所以其實為什麼現在中國 反而是俄羅斯 好像沒有什麼太多的反應 那中國反應極大 主要的原因是他知道 他是下一個被這個北約 鎖定的一個目標 不過這個想要把這一些 抗中盟友團結起來 最重要的角色當然是美國 所以也要請教老師 因為最近美國大選好亂 現在這個挺民主黨 這個越來越多的 這個大咖知名人物 都紛紛的跳出來 公開喊話 拜登雖然我很愛他 我很愛你 可是還是被把你換掉 所以廷輝老師 怎麼看這樣的狀況 拜登的表現 真的讓支持者這麼的心慌嗎 那可是川普對於很多的盟友來說 他的不確定性 還有他抗中的角色 是不是有可能隨時改變 那這個廷輝老師怎麼看 如果川普上來之後 是不是對中國真的有殺傷力 甚至現在還有這個不少的 這些這個分析家 對臺灣提出警告 說川普如果上來的話 搞不好對臺灣的這個關稅政策 也會有一些改變跟影響 那廷輝老師怎麼看 對 這個事情很複雜 當然不能用短時間來講完 但是問題是川普成為共和黨候選人 我想應該已經沒有任何懸念了 但是拜登能不能成為民主黨的候選人 我當然是認為說他還是有可能 這個機率還是最大的 主要原因是有幾個分析 第一個就是說 即便現在是包含喬治克隆寧 他這些隱形嘛 跳出來說他是終身民主黨的黨員 他反對希望趕快換掉拜登 不然的話包含什麼政治現金金竹都進不來 但是這件事情對拜登來講的話 你知道拜登最近這幾天來講 包含這個在北約峰會當中 即便有出錯 但是他一直極力的一直在表現說 自己是可以的 所以他提到一件事情 比如說當然很多人笑說 你為什麼把折倫斯基叫成普丁 事實上他自己有圓緩自己 馬上圓緩 他知道自己講錯了 他說因為我太在意 他在意普丁了 每天的眼中只有看到普丁而已 所以他就一直就一直講 不是在講折倫斯基普丁 他有圓緩 我相信我比普丁更好 是因為他認為比普丁更好 然後再在但是問題是 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憲恩記者就要訪問他的時候 他又說什麼 他說這個副總統川普 川普副總統 他的副總統是賀錦麗 忘記自己的副總統是賀錦麗 川普副總統 當然川普也是消遣他 他說對沒有錯 我是副總統 然後如果你掛掉的話 我的副總統變成總統 我就是總統不是嗎 但是因為大家是問他說 賀錦麗如果擔任候選人好不好 川普這個拜登直接迴避有沒有人力 他回應的這個記者是講說 那就是為什麼我為什麼提提賀錦麗 擔任副總統 因為如果總統有什麼閃失的話 當然副總統可以繼位成總統嘛 但是其實拜登心裡也很清楚啊 現在很多民主黨內都一直要搞他 所以他現在做一件事情 他說你們不要害怕 因為基本上我現在手頭上已經有政治現金2.2億美元了 我手上很多錢 已經很多錢 我錢最多 所以你們不要擔心那些所謂的沒有人捐獻 大家都有錢可以用 所以二億還說已經存在銀行了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如果你幫幫他競選來講的話 幫他這個選總統的話 那基本上大家還是可以拿到錢的 他講這個話的意思是什麼東西 他選到底了嘛 他不可能說不退選嘛 可是拜登自己也講啊 民主黨內確實有人可以贏過川普啊 是啊 他是講說每一個大家 他講的時候是客套話 但是客套話 但是說所有人都可以贏過川普 但是客套話 但是他心裡心知肚明嘛 大家也會害怕啊 如果這樣的話 那隨便找一個人出來選就好了 何必說 那拜登也可以直接選啊 拜登選的話也是可以贏川普啊 所以他不需要換人嘛 但是問題是你換了拜登之後 你真的能夠贏川普嗎 就是說你今天拜登在那邊競選 既然大家認為他不能贏川普 但是換掉他 難道真的可以贏川普嗎 當然也不行嘛 為什麼 因為內討開始了嘛 你看到現在有人推歐巴馬的 或者是說歐巴馬有人說運作啊 可不可以換什麼希拉蕊 竟然還有希拉蕊配上賀錦麗的 這個選項出來了 或者是有一些新人 新人輩出 但是這些選項 其實我已經說過了 民主黨只要在這場戰役當中 你看到八月 他們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他如果是馬上就是這樣子 因為拜登的身體狀況 換掉拜登來講的話 任何一個人上去 我認為啦 都不會選贏川普的 你看到現在有人推歐巴馬的 或者是說歐巴馬有人說運作啊 可不可以換什麼希拉蕊 竟然還有希拉蕊配上賀錦麗的這個選項出來了 或者是有一些新人新人輩出 但是這些選項 其實我已經說過了 民主黨只要在這場戰役當中 你看到八月他們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他如果是馬上就是這樣子因為拜登的身體狀況 換掉拜登來講的話 任何一個人上去 我認為啦 都不會選贏川普的 因為基本上民主黨內部已經就會分裂 而且如果是以 因為他身體不好的理由 把拜登換掉的話 那拜登現在馬上要立刻辭掉總統 馬上立刻辭掉總統 由賀錦麗擔任總統 民主黨內部人家會喜歡賀錦麗嗎 為什麼會傳出說由希拉蕊跟賀錦麗配呢 為什麼不直接讓賀錦麗直接選總統 對不對 為什麼要把希拉蕊再拱出來呢 其實這當中來講的話 都可以看得出來 民主黨內部的聲音非常多 所以現在其實即便我看到參眾議院 已經有15名的議員 已經連署說要叫拜登退選 不要不要進去選 但是事實上 我在看拜登的所有表現 包含他說我這裡有2.2億美元 所以這種做法 說有錢大家不要怕 這個意思就告訴你說 我選到底啦 我選定啦 所以不要再跟我講這些 不過他基本上 在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前來講 這種聲音一定不斷地出現 但是拜登現在要做的一些事情 他希望能夠表現出 他身體是好的 他的記憶是好的 但是問題是什麼 就即便如此 他還是每天出錯 對那川普上來的話呢 對臺灣真的會有影響嗎 川普上來其實對每個國家都有影響 不是只有對臺灣有影響 但是因為以往臺灣是三角貿易嘛 所以是到中國大陸的臺商 然後再出口到美國嘛 所以現在看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有些東西 如果你是關鍵技術 或者是好的產品 根本就不怕那個關稅 對像難道美國不要二奈米三奈米 的晶片嗎 對不對 就是這種東西就是說 其實是蠻詭異的 就是說即便他拉高的關稅 但是要看什麼樣的項目的關稅 如果他拉了一些傳產的 或者是拉一些東西 那影響到當然就是像中國大陸 或者是東南亞國家或者是拉丁美洲國家 但是如果這種高科技的東西 他基本上他需要的 那這個東西 因為電動車 臺灣也不是電動車的這個出口大國 對不對 所以電動車對臺灣沒什麼太大影響 但是如果電動車對中國大陸 就很大的影響 所以你看關稅的會不會影響 這個基本上要看你的出口項目 是什麼項目 OK 好另外來看到這個海基會董事長 鄭文燦 這個昨天晚間被羈押 境界震驚各界 那這個民進黨的這個也火速的做出了 停權三年這樣的一個處分 當然這個鄭文燦的超強律師團 也立即提出了抗告 只不過呢 就要請教學委 這個交保出現大逆轉 是不是真的 因為出現了什麼新的市政 鄭文燦這個案子 直接是緊張緊張緊張 刺激刺激刺激 你看到這個整個案子 你就可以看到出來高院跟地院之間的工房 對不對 地院跟地檢之間的爭執 對不對 現在又變成律師跟地院之間 還有檢方之間 他的司法工房站在裡面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鄭文燦的律師提出抗告 對不對 那這個火速送到了高院對不對 那送到高院之後 高院裁下來沒有 我是認為高院不大可能 就是抗告成功 讓他抗告成功 高院之前花了那麼多的心思 拔臉地院告訴你解釋說 鄭文燦為什麼又有非羈押的理由不可 所以這個不大有可能再會讓他過 再讓他過的話 我說實在話 這個光在院檢之間的往返 懂得沒有往返再幾次了 所以這樣之前很多人就在猜說 鄭文燦第一次500萬交保 第二次1200萬 第三次大家下賭盤 賭博不好 我只是說很多人在下賭盤 賭說第三次交保會多少錢 後來不用猜 我講的最準一定是押了 我就說押了真的 那我們講說為什麼這一次的激押有沒有 檢方出示的市政 真的讓連桃園地院的法官看得都不得不押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講一下 現在告訴人家講說 其實這次檢方提示的證據 真的是太明確 因為你真的有勾串的證據私嫌 為什麼 他說鄭文燦在7月5號那天應訊前的當天的 應訊前的當日上午有沒有 竟然他的手機裡面有LINE通訊 傳訊給他的秘書試驗庭 內容就是怎樣 跟被告硬訊答辯的方向是相同的 而且你知道 被告在應訊前已經有管道知道說 你檢調單位要用我什麼東西嘛 你在偵辦方向到底是什麼嘛 所以我就知道說 我已經事先擬頭好了 說你問什麼我就打什麼 那個答辯方向都整個都好囉 所以他就傳給他的秘書 希望秘書再把這個消息傳出去 傳給誰不知道 好那接下來 這個事情秘書做的 鄭文燦跟他人溝通的連續管道 被查出來說 很多次居間為鄭文燦 廖俊松還有他的兒子 傳遞訊息 所以師彥庭 他是被檢方查到說 你在整個傳遞訊息之間 居於重要的地位 對不對好 那接下來又講說 更誇張的是什麼 鄭文燦在107年 這個案發沒多久的時候 有沒有5月21號晚上 曾經前往廖差亭 這個就是廖俊松他兒子的住處 可見被告確實有可能的 私下跟重要的關係人會面溝通 這是進行串政的疑慮對不對 那大家講說 那問題是這個Nine訊息 怎麼突然間會會呈現出來對不對 其實要講到7月5號那一天 7月5號那一天 檢方他不是在在在擠壓當庭逮捕鄭文燦 有沒有 你知道那個陳嘉義檢察官 就突然間就很心平氣和的 就跟鄭文燦講說 那我現在既然要當庭幫你移送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手機交給我看一下 鄭文燦竟然沒有反應 他竟然也沒有警覺性 就把他的手機交給了檢察官 證明我的清白你看啊 當然人家就講說奇怪 鄭文燦不是找了三個大律師嗎 這三個大律師當庭都沒有告訴他說不行 這個東西不能交出去大律師可能也覺得是安全的 不是大律師會認為講說 我如果現在阻止的話 不就此地無銀三百兩 感覺說我臭心肝 一定裡面有什麼東西 他也沒有想到說 鄭文燦竟然真的大膽到 可以用手機的通訊軟體有沒有 跟對方竄證對不對 或許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個大律師當庭都沒有阻止 那就把手機交出去 你知道那個檢察官拿到手機的時候 其實心中暗暗窃息 會鬆到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現在臺灣有八個地檢署 他已經成立了一個 數位財政科技中心 數位科技財政中心 你手機拿來 就等於你的門戶大開 你曾經在手機上面講過什麼東西 傳過什麼訊息 做過什麼事情 還有偷看什麼A片 全部都可以還原出來 所以你看這個手機一拿來 馬上就是數位科技財政中心 趕快幫我解 所以為什麼人家就講說 你檢察官很激烈對不對 駁回你的那個 羈押申請的時候有沒有 你竟然一而再再而三 三度抗告 為什麼為什麼 後台現在看出來了 檢察官有事無恐嘛 對不對為什麼 人家轉到七月五號我拿了手機都 七月十一號那天不是提出抗告嗎 對 為什麼沒有當庭呈現這些資料給院方 對不對 因為那個時候財政中心的 證據的分析數據 還沒有完全解出來 因為還沒有 對 那等到第三次提抗告的時候有沒有 他就趕快把這個資料完完整整的呈現在 那個法官 地院法官面前 所以我才剛才講說地院法官 一看到這些資料之後 馬上傻眼 不壓也不行嘛 對不對 好啦那現在講說 大家就提出來 像黃靖平也講說 這個私信秘書試驗庭有沒有 他就講說他出身太陽花雪印 形式作風 很靈活創意很多 他跟著鄭文燦十年 對啊 不容有 從他選市長的時候就跟著他有沒有 一直到現在就海濟會 還把他帶在身邊 所以他是不是親信 當然是親信 好那我們現在講說 現在鄭文燦的最強律師團有沒有 其實這裡面最有名的就是陳永來 他真的今天一大早都說辦綠件 而且昨天晚上就提抗告嘛 對不對 那可是有沒有可能會成功 我是覺得希望相當渺茫 那接下來 昨天還出現一個小事情 就是他看守所有沒有 突然間鄭文燦 他就公告他的編號 叫做二三五零 對不對 那突然間他講太快 一講出來二三五零之後 後來鄭文燦入監的 入所的時候 入看守所的時候 他在要不要是 希不希望透露他的訊息 給朋友知道的時候有沒有 他勾選不願意 你勾選不願意之後 那個陶肩有沒有 趕快講完了 我他不願意 我竟然把他的編號公開出來 所以他又把他的編號整個改過來 為什麼 因為這有個資法的問題 好了 這不是因人設施 這真的是小錯 對 那當然後來有吉家 換樂吉家籌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 最高興的應該就是國民黨 不要高興太早 鄭文燦這麼大 這麼大 這麼大 整個國民黨裡面 勝高采烈 尤其是這個許巧欣 你看 我是許巧欣 我是許巧欣 我說真的 我真的要奉勸許巧欣 你做的一些事情 雖然你可以吐一苦 鳥氣怨氣或什麼 可是你的作為 真的有時候真的讓人家很討厭 就是因為在這邊 他怕這麼一年來致敬鄭文燦 對不對 在立法院裡面 準備六十分 麵仔茶跟黑糖饅頭 為什麼黑糖饅頭 因為今天桃間桃園看守所 給那個壽型人 或者是接關押人 有沒有 吃的就是黑糖饅頭 你看 他真的會蹭 對嘛 所以你今天 我說真的 你有什麼顧人員就是這樣 不是沒有原因的 你知道嗎 而且你久了之後 我說實在 你今天沒有這齣的 阿伯你最好 你男人的人 不要向你來看 是嗎 我跟你說 搞不好 下次加碼兩百份 看你要怎麼樣 還有女人說 你那個什麼姊姊姊夫 也關在裡面 對嘛 人家就在講說 江湖在走 道義要有 對不對 這種東西 一個最高指導原則就是 贏了不要贏了對不對 你這個時候 你應該要 愛情務實才對 真的 所以民進黨就講說 現在怎樣 你現在發這些給欄委 是要欄委先 先習慣是不是 免得將來被關的時候 吃不習慣 馬上被蹭回去 你要先習慣看守所的早餐 好了不管怎麼樣 我剛剛也提到說 為什麼鄭文燦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鄭文燦 我這兩天 看到鄭文燦的新聞 我說真的 我感覺 因為鄭文燦年紀跟我差不多 他是八的 以前在那個什麼 那個野百合學運的時候 說真的 因為我以前也參加過野百合學運 我覺得說 看到鄭文燦真的是 從一個學生時期 這樣慢慢一路走上來 當了學生領袖之後 對不對 後來又從步入政壇 一九九七年 在桃園縣選議員的時候 還第一高票當選 後來又在民進黨裡面 當什麼文宣部副主任 主任到新聞局長 到最後你要登上人生高峰 在桃園市選舉的時候 他第一次二零一四年 選桃園市長的時候 他自己都不覺得 他會贏吳自揚 他選完的時候 聽說 小道消息 身邊的人講的 他說那天選完之後 鄭文燦幾乎 不等於瘫了 淚瘫了 躲在那個什麼 淨權總部後面的小辦公室 小房間裡面在休息 後來人家把他叫出來 改講話改講話 選完你要致死 不管選一選出都要講 你知道鄭文燦醒來說 第一件事情 他只準備了敗選宣言 他從來沒有覺得他會贏 桃園市長這一局嘛 哪知道人家講說 你選贏了 你在敗選選演 對不對 後來你看二零一八年 他在選的時候 竟然獲得高票 輾壓那時候陳學勝 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就跟你講 一個人從那年輕 我看他一路走過來 走到他最後攀到事業高峰 人生高峰的時候 現在又看他淪回階下球 你不覺得 我這兩天真的是心裡面 感覺到很唏唏 所以早知道的話 鄭文燦如果有這一天 他會不會選我一樣不要從政 對不對 好啦不管怎麼樣 我跟你說 扣勢扣勢到誰在庭東 你知道嗎 人家講說 這個桃園市調處的時候 當初在辦這個案子 就是因為 銷信一個調查官有沒有 他覺得說 這個案子明明市政這麼明確 為什麼你法院 不願意給我收手票對不對 所以他自己堅持辦下去 後來遇到余秀端 在當桃園地檢署 檢察長的時候有沒有 他覺得說 既然有新市政 你就給我重啟調查 辦下去不管是老虎還是誰 全部給我打抓起來打 對不對 所以後來才會辦到這個案子 你看他那時候展開監聽行動的時候 竟然聽到相關的裡面地主 跟收畫方談事情的時候 就電話那一方 對 竟然有人聽到說 有其中一方講說 我的電話不乾淨 有人在聽 對不對 而且他還問候 你線上在監聽的這個朋友 好囂張 對啊 還沒說 我知道你在 我現在在監聽我 我現在在監聽我 我現在在講給你聽 對不對 你看 所以這個真的整個案子 為什麼真的是有恃無恐嗎 那現在人家講說 你一文 你外洩爭議 表示你這個案子 在整個清查的過程之中 已經早就洩漏出去 給大家知道了嗎 所以這個案子 現在是不是應該查 桃檢現在是分案 調查這個洩密 不是覺得後續到底會怎樣的發展 我們在靜觀其變 不過當然問一下這個慧珍 你怎麼看這個 鄭文燦的這個案子辦到今天 他可能會造成一個什麼樣的 這個後續的政治效應 那黃國昌 這個怎麼樣都咬死民進黨 新潮流果然夠力 法務部檢察署給我一個交代 誰洩密誰內鬼 為什麼七年前資訊會流出去 鄭文燦一個人做得來嗎 他就咬定 權貴集團 從地方到中央 是一條龍的服務 但奇怪了 他這樣質疑民進黨跟 這個鄭文燦 可是他卻 在沒有調查情況之下 就說我相信 柯文哲的清白 他今天還有一個人跳出來說 他相信柯文哲的清白 這個人居然是傅崑奇 這對柯文哲來講是一件好事嗎 那當然啦 你怎麼看這個整個的這個後續效應 還有藍白的反應 是 第一件事情 應該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案子 現在鄭文燦是被收押禁見 但是在以無罪推定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很多現在就直接咬掉說 從東地方到中央提供一條龍 這是一個人做得來的嗎 這個其實這個九公頃多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變更過 所以事實上中央有沒有沉入他們所講的 好像一路開綠燈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還沒有 不過確實 我覺得這個案子有可能會持續再燒下去 最重要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想載助我們每一個人 沒有人會相信鄭文燦會為了五百萬 好去做這一些 對 就是說後面有沒有更大的一些利益 或者是所謂的一個地主團裡面 是真的是這些楊兆林為首的 這些臺座退休的老臣 還是說有其他人 還是說有其他不分顏色的一些權貴也在裡面 不然的話 所以句實在話 如果鄭文燦已經是整鍋裡面最大尾的 你最大尾都壓了 你每一次把九十幾歲的楊老先生 今天又把人家差點要把人家壓 有什麼目的在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後面的案子 應該還是值得再提 不過講到鄭文燦 確實這個會對於 不管是民進黨來講 或者是說民進黨的一個支持者來講 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核彈 你可以說是核彈也是沒有錯 因為鄭文燦 畢竟是可以說是 從美麗島世代之後的一個學運世代 最耀眼的一顆星 學運世代裡面 他們本來之前有三個 主要被人家提到的有三個嘛 就是羅文加馬永成跟鄭文燦 而且鄭文燦 其實他當時是台大的一個 就是學生會的副會長 所以呢他當時其實是蠻耀眼 但是相較於後來阿扁的時代 把馬永成跟羅文加都帶進去裡面 其實鄭文燦感覺上 他又沒有那麼快的被看見 所以呢人家就會認為他說 鄭文燦他自己本身也曾經說過 他最欣賞的人是誰是德川家康 為什麼 因為他沉得住氣 就是說在他輪不到 他時機不吃他的時候 一個點點不要說話 可是當黨需要我的時候 我絕對是盡全力扶植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到2014年阿扁來競選連任的 總統連任的時候 他就變成民進黨的文宣部的一個主任 對 三十幾歲就就掌握這個文宣大權 也代表是很受重用 後來人家發現說不只是陳定南啊 陳水扁啊 甚至連呂秀蓮啊 他一路都有被他們所提拔所重用 所以顯見他的能力上 是被這一些老一輩的人所肯定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到2009 2008年這個民進黨大敗選 2009年你知道嗎 他是被蔡英文輕點去當刺客 去桃園這個地方 本來是想說那個選前最後52天 選前最後的52天你才宣布他 其實是有一點犧牲打 沒有想到人家從原本預期會輸 三十幾萬的一個情況之下 竟然後來輸不到五萬的 哦好厲害哦 對他說打出來是什麼 就是我是桃園的平民子弟 對抗你這個吳志陽家族 是三代縣長啊 所以那時候事實上 他從那一役之後就被看見 被看見之後2014年又再度的 就是出征 那因為2014年之後 假的帶著台灣花雪運 當然就一股就是 一股作氣就上去了 那上去之後呢 我跟你講我個人認為 他最厲害的一件事情是 他最厲害的一件事情是 他在黨內是沒有敵人的 那因為2014年之後 假的帶著台灣花雪運 當然就一股就是 一股作氣就上去了 就上去了 那上去之後呢 我跟你講我個人認為 他最厲害的一件事情是 他在黨內是沒有敵人的 所以他不僅說在黨內沒有敵人 我跟你講 我們剛剛不是提到嗎 他在胖周瑜嘛 然後平民子弟 後來對上那個三代縣長 最後竟然就是五萬票輸而已 結果後來2014年不是就贏嗎 逆轉剛提到的有三萬票一個逆轉 2015年2016年他在天下雜誌裡面的 那個全台的縣市長的排名裡面 還排十三十五中間而已喔 到了2017年開始變成第四名 一路就衝到第四名為什麼 因為聽說不管藍綠 你只要跟他開口 那個館長啊市長啊 我們這個要建設 藥五毛給你兩塊 藥五毛給你兩塊 他們說這個其實很厲害 他們說他那個預算 九千七百億還是九千兩百億 你猜刪除多少 三億會這樣經過三多少 三多少 不到一趴耶 不到一趴 好像是0.551趴還是0.15趴 很誇張 對藍綠議員來講 他更要收服藍綠議員 所以我更要給你 搞不好不只兩塊 所以你現在對他那麼怨恨的原因 是他太晚來啦好不好 你如果是跟他一樣的 一樣的你也是給他收服啦 我以前來我們也不會拿啦 他也不會叫你拿啦 他說你叫他把他拿給你啦 你拿回去他啊 你要拿那時候你把他拿給我的事 黃金平也要到 所以我跟你講 他真的厲害到什麼地步 他厲害到 我以為你邱一松是什麼黨的 邱一聖是什麼黨的 國民黨的嘛 人家2018年9月的時候 人家邱一聖他們要選舉要幹嘛 結果後來陪他站上選舉台上的是誰 竟然是 是我們鄭文燦耶 那時候那個 那個陳學勝在下面想說 欸我跟你港黨的 我站不上去 怎麼會為什麼鄭文燦 真的要插對不對 這代表著他不僅 鄭文燦這個人 人和做到極致 他不僅是黨內沒有敵人 他連黨外連國民黨裡面 也沒有敵人 我跟你講 剛除了你說可能是他 比較不不不適 就是比較不適 他們自己桃園的 不是 我跟你講 連雲林縣長張立善 他竟然都曾經說 這個賴清德上來 如果院長要提名那個 那個鄭文燦的話 我其實是認可的 喔 喔 好 還有一個 南投的許淑華 那時候他也說 喔 他那個 我們那時候颱風很厲害 嚴重的時候 那個副院長來啊 給我們幫很多忙 唉呦 不要講那麼遠 講一個最近的今年 今年什麼事 過年的時候 不是講那個豬肉 還是什麼肉 有什麼問題嗎 台糖的怎樣啊 然後台中 就是給人家說人家 後來人家一大堆肉 都賣不出去有沒有 結果後來 是鄭文燦出面 就跟盧秀燕去吃 Shop shop的樣子吃火鍋 把整件事給擬平喔 所以就換句話說 欸這幾個藍營的女戰將 也是被鄭文燦給 就是也是把他安撫掉 所以鄭文燦厲害的地方 是在於 他真的就是人和發揮到極致 做到很高明 所以你看這有沒有 剛剛提到的 九千兩百多億啊 三處比例 現在連一趴都沒有 這個真的你就知道 他多會做人事 而且邱義盛競選總部 肇事晚會 竟然是由鄭文燦去當壓軸 所以你就知道 他成功說服人性 可是 我跟你講有時候人就是這樣 成也人和 敗也人和 因為其實 2020年的時候他母親過世 這個其實 我有有人去參加他這一場的一個告別式 我跟你講 現場竟然開了兩個現場 主會場跟旁邊還有一個會場 他用Monitor 就是用那個大螢幕 去看那個現場的一個狀況 你們看到 是由我們的前蔡總統率隊 然後連那個我們的賴副總統 然後後面對還有前副總統陳建仁還有行政院長那個蘇貞昌全部都到這個恍如是一個國喪的這一個其實我朋友參加完之後他講了一句話鄭文燦會出世 因為你是諸侯 因為你是諸侯 你不可以 可能 可是你也不能怪他 因為真的是他辦了一個 他就是母桑嘛 而且 他母親五月底的時候過世了 他在告別式好像是七月 等於是放了兩個多月 然後有一個這樣子一個諮商的過程 就是說他人緣太好 好到變成是說一兩萬人去 然後呢就是 而且鄭文燦曾經傳出想選總統 我跟你講 看到這個場景真的是 我跟你講 昨天那個 我們跟那個 金平議員同臺 金平議員說他這一場沒去 可是他有去 之前碾箱他有去 他說碾箱 要等十分鐘 然後還有包箱 然後又開始叫 還叫 還叫 然後他想唱廁所 所以他就開了一個門 就沒想到開這包箱 裡面是頭竹廟 應該北部的所有大金商的總裁 董事長都坐在那邊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一般的從正面看會認為是他正通人和 其實服務做得好 人家有錯嗎 你如果沒有他這樣子招商引資 沒有他這樣的話 現在整個桃園 有辦法變成是我們的AI重鎮嗎 所以這個從正面來的角度 你要把它鼓勵啊 你要說他做得很好啊 可是我問你 如果他今天是一個諸侯 那現在的聖上看到 想說天啊 你的實力 不管是政治的人脈實力 商業的人脈實力 你可以號令天下耶 我如果是個聖上 我不是睡我睡得去嗎 我當然睡不去嘛 因為這些人 這個場面擺出來是什麼 叫做我的銀彈子彈什麼彈都有 不過這也是蔡英文厲害的地方 他就可以重用這樣的人才 對這個 不過現在看起來也是兩面刃啦 平常心說 我必須說 其實我也不認為說是 好像一定羅茲罪名 就是說現在到底 那五百萬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既然有了五百萬 而且也有被人家發現說 有竄戰事情 這個部分他自己要去說明清楚 可是可以強調的一件事情是 這個東西呢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 人也成功也人和 人也人和 敗也人和 因為你所得為人和發揮到極致的情況之下 人家就會有所忌憚 然後再加上 如果你又被人家抓到一個點的話 那自然而然 但是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呃呃呃呃 呃呃呃 我認識他非常多年 因為我跑台塑集團 我認識他一二十年 他所通的人脈 是藍綠都有 而且是甚至是藍勝於綠 那桃園這一塊呢 上 長期以來也是藍的執政勝於綠 那這個土地呢 據說是從你的老闆開始 要開始 朱立倫時代 好幾個 有人這樣說 這我們都不知道 可是我是覺得 如果人家要挖下去 假設真的有一些大秘寶的話呢 我覺得真的 可能很多的Story都還在裡面 不過聽慧珍講完之後呢 我開始替國民黨瑟瑟巴斗 但是這個林濤這個 在桃園市議會最近大放異彩 因為你說要組那個調查小組 鄭文善在內看起來有問題的 通通要查 可是鄭文善如此的正通人和 他也不是只有跟民進黨好 他跟很多國民黨議員 我聽說也很好 所以這個這樣一查下去的話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朱立倫擔心賴總統 打擊了第一位政敵之後 接下來會不會就開始 對付我們藍白了 那為什麼朱立倫會這樣擔心 要先打預防針 他知道什麼嗎 那如果說 他覺得賴總統 接下來要對付藍白 第一個他覺得要對付的人是誰 那為什麼 這個林濤怎麼看這個 朱立倫主席的說法 剛才這個慧珍姐 提到這個板子 我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當時候這個正前市長 他的母傷的時候 這塊地辦這個商事 是超級大塊的地 這個借他的建商 後來在我們的桃園區 小塊溪 是一個超級大建商 超級大建商 所以我覺得說 他這個黃敬平把門打開 全部都真正 不意味嘛 你們那個 你老闆也在你眼裡是有趣喔 重點是我覺得 鄭文燦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他交了所有黨內外的朋友 結果就訴了一個敵人 叫做賴清德嘛 因為你盲事在背嘛 你這個方明錄把它架起來 你是要秀什麼 秀 muscle啊 我接下來我是東宮太子 我接下來就是這個九子奪敵 我就是要開始進軍 這個紫禁城對不對 那重點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政商關係 讓人家覺得你是盲事在背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對不對 Friday night happy hour 對不對 人家講說小英的happy hour 結束了 說真的啦 每個禮拜五晚上 鄭文燦你有多少飯局 這才是你的Friday night 你的happy hour 但你現在 吃飯要出事嗎 那吃飯沒有出事了 他就是吃飯出事的啦 所以他現在就變成 進去吃冷飯嘛 很慘嘛 因為我們知道說 在這個過程中 你都不用吃飯 沒有啦 我們吃飯 我們吃飯 我們到的地方 沒有五百萬嘛 我們人吃吃呢 一個黑色袋子五百萬 在打打打打打到 所以你居然上可以看到 我為什麼今天早上又講了 兩大的內鬼 因為這個案子在2017年的時候 這個廖信的企業家兒子 送五百萬進來 然後2018他聽到監聽一文 然後又還回去 所以我們來講說 在司法的調查過程中 誰是那個廖北啊 誰是通風報信的人 我覺得這很質疑 要查清楚嘛對不對 那昨天我們看到桃園地院 在生壓的過程中 積壓的過程中 又放出了一個訊息 鄭文燦7月4號從國外回來 他是7月5號晚上要被約談 結果他7月5號早上 就賴他祕書了 這個我們的答辯方向是這樣 哇塞 你不只知道你晚上要被約談 你還知道檢方的答辯方向 第二個內鬼就在那邊了嘛 那第三個最大的關鍵 今天中午才爆發的 就是剛才學友哥講的 桃園地院你到底在幹嘛 你是不是就等於是鄭文燦的司法保護傘 出了多少包 高院發回第一次發回第二次 你硬是就是不扣壓 你就是要重放鄭文燦 重點來了 你知道在過程中嗎 那個不是陽性說 他這個年紀很高嗎 OK OK 你只要把他放出去 只要理由充分 可是重點是你要讓檢調在現場 然後大家把這個話 詞品講完之後你再判 結果他就直接判不讓這個檢調到現場 高院直接糾正說這個過程中 是有重大瑕疵的 所以這過程中是很離奇的 這兩大內鬼跟這個地院 都是很離譜的事情 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在講說 我在桃園要成立這個專案小組 九月的正式會期要成立 那大家講說好啊 那你每一任現場不翻藍綠你都要查 沒有問題啊 從頭查到尾嘛 那我還看到王毅川在那邊講說 哎呀這個你都去問這個朱立倫 我跟你講每一任現場 現市首長跟現市的藍綠 要招商引資 要讓這個我們講的這個重畫區的開發 不是只有桃園 大家都有 那在這個過程中 人家沒有拿五百萬你有拿 你出事就是因為你拿錢嘛 不過這個當然了 綠營的意思是說 誰知道他沒有拿也查 一起查 沒有都查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那個桃園市議會 我剛說要這個專案小組的時候 誰跳起來了 趁系那些民進黨裡面說不行 怎麼可以查 你不能查 你不能查 為什麼不能查 台北市都可以查 北市哥跟金華城 都是藍綠白一起加入嘛 桃園我也是藍綠一起加入啊 你覺得哪裡有案子 你哪裡覺得土地有問題 你全部都加入 那是加入要有一個最大的風險 你的家族有沒有涉入 我就直接嗆那個民進黨嘛 你爸爸有沒有嘛 你敢來啊 你來啊 我掉出來啊 都通通都來啊 我沒差啊 我跟你講 藍綠的結構跟我無關嘛 我沒差 我就是要正面迎戰 為什麼 因為桃園市民希望看到這些真相 被揭露 所以我奉勸 不管是任何的陣營 九月不要給我擋桃園市的專案小組 查到底 然後查完之後 我們再把 查到藍的也要查 都查都查 資料 但重點是大會要先成立啊 你不能在大會成立的時候 就卡我 那我的結論是什麼 我們會講說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 今天劉瑩老師的民調是 中間選民其實對這個 鄭文燦的案子 他是覺得不OK的 就覺得事態嚴重 對 覺得事態嚴重的 絕大部分中間選民 那覺得事態嚴重 不管是台南的治安案 或是鄭文燦發生的 這些貪圖的案件 基本上是賴清德的考驗嘛 那為什麼有一些我們南英的人會講說 賴清德你的角色是什麼 我最終收尾在這邊的原因是因為 很多的細節看起來過去都沒有發生 七年查了證據 為什麼是偏偏你今年一月當選之後 開始這一年再查 把這個案子 因為資料都已經收證完了 都一樣的 第二個 過去你對無乃人或對洪其昌 是講說 我用我的政治生命擔保 眼淚就流下來 面塞就這樣流下來 那個鄭文燦是 媒體在不在 趕快顧一下 我要無網無縱才到底 然後放出一群組 然後第三個 從來史無前例 民進黨的廉政會是 積壓就停權三年 那他的理由是 鄭文燦那個在社會影響力很大 他level很高嗎 陳水平以前影響力更大 level很高 人家也沒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些的說法 其實是其來有致 來 也請教他這個人俊 然後當然 這個綠營內部有不同的聲音 就覺得說 為什麼只積壓鄭文燦 很多藍白這個首長 難道沒有什麼案子在身 沒有竄證的這個疑慮嗎 為什麼就積壓鄭文燦 為什麼這些藍營首長都沒事 那你怎麼看這樣的這個說法 可是回到鄭文燦的這個本身 鄭文燦的這個案子 從目前為止 所披露出來的這個內容 坦白講 是有一些離譜 怎麼會在這個案子都已經爆發了 而且你明明就已經知道 這個檢察現在查這個案子 然後還用這個line去串證 這實在是有一點匪夷所思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這樣的狀況 可是也有人講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他就在國外標回來就好了 那怎麼會 不過這個說法是不是 能夠被中間選民所接受 因為從民調上來看 認為這個案子不嚴重的 絕大部分是綠營選民 認為這案子很嚴重的 這個藍營選民就不用講 他絕對覺得很嚴重 可是中間選民看這個事情才重要 中間選民這個 覺得這個案子是嚴重的 所以所以這個 游英龍的說法也沒有錯 民進黨要非常謹慎的 去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朱立倫態度很妙了 小心喔 這個很擔心賴總統接下來 不知道怎麼對付藍白 那為什麼要打這樣的預防針 你怎麼看這整個後續效應 我覺得其實先不用管這些 政治人物講什麼 因為政治人物講白一點 其實都是政治上的語言 跟政治上的操作 就算對手陣營做得好 也不會稱讚 只要抓到就一定打 所以我覺得先把政治人物的 說法放一邊 我覺得對這些前面觀眾可能想法 應該很多人會跟我一樣 就這個傳言一出來 然後進入到司法偵查的時候 事實上對這件事情 基本上都是報負面的評價 因為檢方基本上他要偵辦 他要去送機押亭 或者是幹嘛的 甚至以後要到起訴的過程 他一定要有足夠的證據 對 那所以這一塊我覺得 在觀感 對在觀感上面就不好了 就已經是不好了 就是剛剛林濤兄講了非常多 我其實蠻覺得就是說 林濤蠻厲害的 他的推理人力很強 為什麼他可以把報紙上 看到很多蛛絲馬跡 就湊湊湊湊出一個事實 甚至我剛剛聽到 他以為的事實 因為我剛才聽到說 那吃飯 踢踢踢 我也不知道 這段是從哪裡來的 我也不知道 他那個是司法去問 他去問那個廖俊松他太太 然後他把那個筆錄記下來 他就說因為他出來就說 那你有錢 對但是不是吃飯 他說他是說那個桌子 那也沒關係啦 沒有關係 因為我講實話 司法調查的那個細節 然後報紙上寫的 也不見得都是實話 除非是林濤有本事去達到 那個筆錄裡面是怎樣 所以我不評論這一塊 但你剛剛特別提到第一個問題 事實上它凸顯出來的就是說 各地的檢調 尤其像這個所謂積壓庭 或地方法院 因為他每一個人辦案行事風格不同 所以有些人認為該積壓 有些人覺得不該積壓 他就變成就是說 好同樣大家 可能都是在貪污案裡面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 受到的處境待遇比較好一點 大家認為可能好一點 有些人就不行 我就是要這個嘛 那你說檢方 因為剛剛提到說 哇你看你這個 這個這個檢方出包 我剛剛聽到林濤兄 講了一句說出包 什麼叫出包 因為他的邏輯是說 檢方要提這個積壓 結果你今天地方法院 就是不給不給 好你看你現在出包了 為什麼 因為你第三是壓成功 我真的必須講 食物上面這個 學偉哥應該 一定比我知道更多嘛 就是說這種檢方要積壓 然後院方沒有同意積壓 沒有同意積壓 在司法上非常常見 我覺得不會用出包 這兩個字 為什麼 檢方要提積壓 你的證據力要足夠 如果不夠足夠 你要怎麼說服法院 我絕對不會輕易的說 你地方法院沒有 你最後一次積壓成功了 所以你看你前兩次 沒有給他積壓 就是你出包 不能用這種方式來比喻 我覺得這對司法檢調人員 包含法官 非常非常非常不公平 我贊成查泄密啊 今天要查泄密 講說檢方偵辦的這個東西方向 居然被提早拿出去 第一個該被問的就是檢察官 沒錯吧 檢察官是承辦人耶 剛剛講那個我問一個啦 剛剛林濤說 鄭文燦知道要被偵訊了 然後呢居然有提有知道 他的那個內容 還有這個這個對話 所以他在裡面 剛剛林濤兄是這樣講嘛 對 我就問大家一個喔 第一個 這個新聞剛見報的時候 是在當天早上九點鐘 你還記得那個時候的訊息 有多混亂嗎 一開始說鄭文燦在機場 就被帶走 另外後來才講說 他是在家裡被帶走 過去正常的偵訊是這樣啊 我先發個通知書給你傳票嘛 傳你什麼時候來 我也好奇啊 在這個案子裡面 有先給傳票嗎 如果有先給傳票通知他說 你哪一天要來這個案子 國民黨現在有些人 是質疑講說 你怎麼會知道 要問你這個案子 不要來這一套啦 華雅這個案子 今天第一次被談嗎 國民黨不是很多人在講說 有三個已經被羈押了 有一個被交保了 怎麼送錢的被羈押 收錢的被交保 那代表這個案子已經走很久了嘛 如果這個東西是有給傳票 告訴他說 欸 我覺得什麼人會 沒去想一個 到底什麼案子要調我 所以如果拿這個來說 他就跟人家說 他就是穿共 他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邏輯 你要能夠拼得起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從頭到尾沒給傳票 也就是按照過去說 到機場直接抓人 或直接到你家 突然莫名其妙 怎麼來把我的口袋 把你抓去問 你要約談談 這時候你才會 才會有那個連結 就是說 他為什麼提早知道 內容嘛 因為你根本沒有訊息知道嘛 那我就講啊 檢方如果偵辦 按照原先媒體所講的說 你密不透風耶 大家都是等到羈押亭送了之後 才知道 鄭文燦被約談 那檢察官應該要先去查一下自己啊 要先自清一下啊 就是我今天到底告訴誰說 我的偵辦方向 不然人家怎麼知道 就你這些東西拆開 因為他才有邏輯啊 那你不能把所有東西 全部抽起來 你看喔 因為他的LINE的簡訊裡面 有去跟密書說 密書有可能有跟別人聯繫 所以他就變成是這樣 等一下 冷靜我打岔一下 這個案子辦了七年對不對 鄭文燦從來沒有被約談 沒有被被徵刑過啦 啊 那他這一次是用什麼身分去到那邊 沒有他這一次就直接就找到證據 就覺得要去被告 就直接把他帶走了 帶去地檢署 不過也有可能在證訊的過程裡面 其他的相關案件人等 也有可能真的是有互通訊息 這個不知道啦 沒有啦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真的要看法 法官跟檢院之間的公訪啦 這個新聞其實刑述兩件事 第一個啦 鄭文燦因為有跟這個密書嘛 有說他可能要去音訊啊幹嘛 所以他第一個就說 你看你有講這些 所以你有串政 第二個要講什麼你知道嗎 前面要講說 為什麼鄭文燦 可以提早知道 偵訊的內容 還可以跟他對阿 他要驗證的是 高院在這一次駁回裡面 強調的實質影響力啦 也就是有管道 就是有門路啦 但他是不是完全的事實 我不敢這麼說 但最少檢方在這一次 是說服了法院 說要去激壓他 我完全贊成林涛主持人專案小組啦 我也想問一下 就是現在國民黨響應跟呼應你說 要加入你的專案小組有多少人 他們現在休會期間 都在等這個開會期間才要表態 我非常期待看到 國民黨的人願意去表態嘛 因為如果連刪除率 一趴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我看那個鄭文燦在議會的朋友 比你還多耶 這個我講什麼 鄭文燦在議會的朋友一定比我多 因為我們是新人 這個我講 我剛剛為什麼要特別問這個問題 我贊成林涛查嘛 為什麼剛剛提到說所有的都查 因為老實講 真的要這樣子做的話 我其實完全贊成嘛 剛剛林涛的那個義憤天鷹 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正義領難 但是你要先說服你的國民黨朋友 因為過去這八年期間 我也沒看到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 有針對這些案子提出些什麼東西啊 可是剛剛比如說你剛剛提到說 像這個這個王毅川啊 因為王毅川是質疑講說 那這些案子是不是要把朱立倫弄去 那就是也要去查清楚 原因是 我後來我找了好久 這是金周刊在2011年的當時 這個之前的時候的一個報導 其中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王毅川引述的其實是來自於 這篇報導裡面啊 他提到有一個叫做廖俊松的人 在這裡 廖俊松應該最近很有名嘛 就是剛剛這個領導國中 廖姓企業家 他以華雅科技園區為例 說當時朱立倫為了要這個獎勵 就是剛剛這個領導所講 所以朱立倫上論之後呢 又放寬了很多 又設立單一窗口 然後指示這些東西 要讓他快速這些東西 我不會去連結說 朱立倫你放寬這個 就是為了要拿錢 我不會去這樣連結 而且你看這個報導裡面 還特別提到了什麼 大家往下看一下這個地方 他甚至還提到了說 我這一塊地的部分有沒有 設立華雅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研發中心 還提到的時候你看 以華雅科技園區來說 就是因為山坡地的 建造限高解編了 所以他得以解套 我也不會說 因為他這樣講講 我就去質疑朱立倫嘛 但是如果今天要這樣做的話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裡面 如果今天講說相關的人有關的話 這個是102年8月27號 所開的會議紀錄 其中框起來地方 全部都是在談華雅 全部都是台公務 如果今天要擴大 我贊成 而且我也請求林濤議員 麻煩找一下當時的主席 李主任委員洪源先生 副主任委員蕭嘉琪先生 因為這些人其實都有過這個案子 我其實覺得就是說 我反對連連看 真的要擴大真的拜託 但你不要說只針對鎖定一個人 就像剛剛那個照片裡面 大家講說你看啊 鄭文燦 你今天搞這些東西 大家看不見朱立倫也沒了 看不見朱立倫 不好意思我這看到鄭文燦 他其實沒有意義 還是回到這個案件的本身 鄭文燦現在本人確實因為這個案子 而且檢方說服了地方法院 然後讓他給羈押了 鄭文燦必須要自證清白 但是桃園議會要不要查 我真的贊成林濤 趕快組成國民黨議員 欸議員沒那麼難找啦 休會期間也沒那麼難找 趕快先把國民黨的團結起來 響應林濤 不然到最後唱獨角戲很麻煩 你知道嗎 因為為什麼 你這樣會變得是別的 林濤這麼的這個清高 會不會其他國民黨議員有問題 對 所以不敢參加林濤的這個會 欸你這個會讓人家有這種聯想 你出於你而不然 沒辦法啊 因為我跟你講這個會要查的 總金額會高達兩三千億 我贊成你 我贊成你 兩三千億是連你老闆都是來 我跟你講如果今天呂秀蓮 今天吳志陽或是朱立倫 這些都沒問題 可是為什麼今天鄭文燦會被查 他拿錢啊 五百萬被檢調有搜索到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不是不是 司法調查已經在調查了 那一塊其實真的不知道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議員沒有司法調查權 那一塊真正要釐清 是我完全認為那是檢調該做 但你既然要查的是針對 市府裡面現在的東西 因為司法調查不是議員 議員連立委都沒有司法調查權 所以議員現在要查的是針對 市府裡面 所以我其實贊成啊 其實我完全沒有反對 大家聽到我剛剛從來講 我就是鼓勵支持 而且我完全挺你 林濤應該趕快去說服 國民黨的議員們加入你 而且要快喔 否則你會讓同黨的議員 陷入一個困境是 人家沒有跟你參加 是不是因為人家也有 在裡面我們就表演 這個很可怕你知道嗎 他們就要直接表態 因為我已經拋出來這個了 所以九月中大會 我覺得那個表決會非常精彩 一關兩分眼 有舉手的沒舉手的 對不對 好 查到底 民進黨提議要之內有沒有有意義 有意義的 確定嗎 現在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請各黨團幹部到議會議長休息室 我們來進行溝通 今天全霸法是不是要繼續討論 是不是要禁服二讀 這都是公平公正公開的來進行 民眾黨反對罷免門檻提高 不一民進黨勇敢一點捍衛自己的法案 我們會支持 亂講他現在是要復深圳了 這個你一看就知道 國民黨天天說話也要相信 國民黨不要睜眼說瞎話 這跟吳秉銳的提案完全不同 反對罷免 報告表決結果出席 110位贊成59位 反對51位 本案贊成者多數 由本案禁服二讀 由國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好 沒有想到呢 藍白竟然聯手讓家閻版的 這個罷免案 現在要禁服二讀嗎 但是呢 這個黃國昌跟翁曉玲 在這個憲法法庭上 才爆發了這麼多的這個爭議 那接下來呢 這個罷免法如果現在禁服二讀了 會不會直接傷害到這個謝國良 但是呢 講到憲法法庭 學位 黃國昌好多理由 我發現現在藍白的策略就是 違畏就造 違畏就是請黃國昌跟 翁曉玲還有吳宗憲有沒有 去憲法法庭繼續去拉這樣 對不對 那可是實際要救招 要救什麼 要救他們的選罷法的 惡毒通過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今天 你知道嗎 藍白聯手今天選爸爸敬服二讀有沒有 竟然開議了 應會裡面沒半這麼人 人家根本不知道 你會直接把這個怎麼法案 抽出來 還修改改緣 對不對 敬服二讀了你看 現在進入協商期啊 比之前傳的版本都要延耶 一個月的冷靜期有沒有 那如果八月開臨時會的話 是不是剛好表決就過了 對不對 現在能救一個是一個 看能不能來得及把謝國良給救起來 你叫基隆就不用搞得這麼累了嘛 對不對 好那我就講說 我昨天就講到說 其實憲法法庭這個 黃國昌跟翁曉玲兩個 我說真的 不知道是假認真還是真認真 我說從他們的昨天的工坊看起來 這個地方這一塊他們早就已經放棄了 對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就講 你看 你今天黃國昌講什麼 看完直播的人可以看得出來 特定大法官有自己的態度 你說法官新政已成對不對 反正我今天再怎麼講 講破仇 再認真 很研讀就像翁曉玲一樣對不對 兩天睡三個小時 讀了很多書 看很多東西 寫了很多資料 那都沒好白費力氣 因為法官的新政已成對不對 那人家講說 你看吧 所以他為什麼 他在辯論的時候 當其他方在發言的時候 他是在觀看自己的直播有多少人 後來答案出來了 憲法法庭的直播對不對 憲法法庭的那個線上 大概有三千九百多個人 可是各平台加加起來之後 三萬多人 哇三萬多人 比黃國昌 國聰老師 平常直播的人數還多 所以當然要好好表現一下 表現什麼 我盡量拉 盡量拖延 對不對 那不管怎麼樣 現在你看 理由也很多 我們小林講說 這是武器不對 講的訴訟辯論 對不對 我們才四個人 對方出了十二個人 對不對 以一打三打四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 實在是人不對對不對 所以他講說 我今天如果辯論輸了 或者被暫時處分同意了對不對 非戰之罪 這個是對方圍毆戰術 他們就是把我們 關門放狗一直咬我們這樣 所以我們被咬是應該的 對不對你看 犧牲小火完成大火 所以你看他們 整個過程之中 我就覺得說 他們絕對不會在 法的那個什麼 爭執上 論點上 理論上 好好的跟你去辯護 對不對 他就是用程序 用什麼抹黑 或者是丟給說 什麼綠營的那個 就圍攻他們 不管怎麼樣 任何理由告訴大家講說 這個憲法法庭開了 就是一個不公平的一個 戰爭 好那我們再講回來好了 你看 現在 大家講說 黃國昌被尤柏翔領壓 對不對 我是不贊成這個說法 對不對 這個不是一個辯論 憲法法庭不是辯論會 所以你說 連壓的話 對各任何一方都不是好事 可是很明顯 告訴人家說 黃國昌跟翁曉玲的法協素養 就是不及我們現任大法官 這是可以了解的 對 所以很多小草就火大了 他就開始講說 我要罷免大法官 不是所有的那個官職 職位都可以罷免 拜託一下 大法官不是民選 你是要去找什麼罷免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看懵看 對不對 可是也要有一本基礎的法決素養 好 不管怎麼樣 你看 我們再講回來 現在這個這個憲法工坊過了 那個那個幾乎可以斷定說 這個這個暫時處分會通過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藍白今天陣營的話 就開始有沒有 就在立法院把選罷法 進步惡毒過了 這個真的是高招 你知道嗎 他們今天通過的版本 是傅崑崎版本 傅崑崎版本 你聽都沒聽過 對不對 跑出一個傅崑崎版本 對 許宇甄之前不是說 附上那個什麼 提高 他提高那個罷免門檻 對不對 多一票 罷免門檻都不見了 不見了 現在告訴你說 現在要罷免門檻 是家延 他不是 他是在連署附上身分證 正反面營本 光這個附上 正反面營本的話 他告訴你說 連署 真的不太有可能會沉岸 因為難度很高 現在說真的 詐騙集團這裡 突然間有一個人跟你講 我們要罷免傅崑崎 你要不要給我正反面營本 即使我很討厭傅崑崎 可是要我拿出 正反身分證營本的話 我也不太有可能給你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可是他今天又納入什麼 吳秉銳的那個提案 就是說你今天做虛偽的那個 那個什麼連署有沒有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要課一百萬以上罰金 對不對 而且連署日期 還加上身分證的發證日期 不是只有正反面營本 連發證日期還要附上去 證明你最近還是基隆心 對對對 告訴人家講說 我最近還換了 身分證不是以前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很重要 對不對 人家在講說你看 這個 柯建銘出來講 他就是讓人無法罷免 對沒收你的公民 直接參政的權利 那個罷免權 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老柯在講這句話的話 顯得相當蒼白無力 對不對 因為被連壓 今天有六十比五十一票 而且偷偷過 而且今天說真的 今天整個立法院裡面 也真的很誇張 今天突然間很多案子 就不知不覺間 就給他過了 不知不覺就過了 對 因為突然間開會 人家就講說 而且你知道嗎 今天在開會 在通過很多議案的時候 要表決的時候 韓國瑜在台上 一直提醒大家 要表決要表決 國民黨都沒人參與了 後來連做案來 都實在受不了了 這不是你們的案子 你們到底在做夢喔 連做案來都受不了了 就跟他們喊說 壓表決 壓表決 他們才出 壓表決 你看 在幹什麼 國民黨心心念念的 這個選爸爸 其他的案子 剛才說不重要 那今天選爸爸 政府惡毒 還有一件值得觀察的事情 很重要 你知道嗎 民眾黨之前不是說 不支持國民黨嗎 對不對 他們說我不支持 提高門檻 罷免門檻對不對 可是今天 復婚級版的這個案子 要表決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民眾黨突然間又團進團出 巴西全部支持復婚級版 你不是不贊成提高門檻 可是為什麼家演 你就同意 對不對 黃珊珊之前講的 好像不大對 跟你今天的立場不大對 其實我就跟你講 民眾黨今天態度的轉變 可以秀出一個味道 民眾黨現在要搶救柯文哲 搶救柯文哲 因為什麼 之前我們上一段 不是在講鄭文燦的事情嗎 大家都一直講說 接下來就是柯文哲很危險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講說 你這賤子賣正賣 我都沒有做壞事 我說柯文哲講的 我都沒有做壞事 你們為什麼 我怕什麼 我怕什麼 其實他心裡怕得要死 所以他今天告訴你說 你看 我之前想盡辦法 想盡設法要去跟民進黨 能夠丟個敲門磚有沒有 哪知道他們都不理我 現在竟然放風聲說 要把我拿抓去法辦 你看 所以他現在 你可以發現 民進民眾黨裡面 開始已經也慢慢轉向 既然烈營的 我沒有辦法跟你接觸 那我知道 轉過頭來再去支持國民黨 對不對 而且複昆旗你看 投桃報李對不對 你支持我複昆旗版本的選辦法 我就告訴你說 我相信柯文哲的清白 你看這個互相之間 藍白又融合在一起 這個慧珍啊 這個憲法法庭上這個 黃國昌跟這個翁曉玲 狠狠的被大法官KO KO之後呢 哇是不是覺得大事不妙啊 國會這個擴權法案 這麼經不起考驗 所以接下來更要讓這個 選霸法加嚴版過關了 但是這個過關之後 真的就得了 謝國良嗎 你的官場 是我覺得優秦姐 現在我們台灣面臨的狀況 是這樣子 有三大戰線同時齊發 哪三大 第一個就是憲法法庭 憲法法庭這個部分 那憲法法庭的這個戰線 事實上我們本來以為 你藍白你也搞了那麼久 這法案不是你弄的嗎 所以你好歹在憲法法庭裡面 對不對 大法官問東西一定是犀利 那你好歹有一來一回 一來一回嘛 怎麼覺得好像大法官發球 你完全 你連個仕途要接都完全沒有辦法接 那個哩哩啦啦的情況 你知道他們到最後只能發動什麼 發動所謂的網友 在裡面 竟然去攻擊大法官說 那個大法官為什麼頭髮是白的 眉毛是黑的 藍髮喔 關你什麼事啊 真的 對然後就開始就說 大法官問問題 為什麼還要看資料 奇怪了 你就會覺得他們已經放棄 對實質內容進行相關的一個 大家一個爭鋒相對 而是透過他們的網軍 然後在那個板上 不斷的去攻擊大法官 那也難怪人家說 黃國昌怎麼好像還有時間 在那邊看網路上的一些回應 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都被打臉打成這樣 還有心情去看網路留言 是我跟你講 事實上大家會認為這些大法官 好像問的問題都比較偏率 但事實上有一個詹森林大法官 他問的問題其實也蠻犀利 他其實問的意思就是說 人家會說你憲法六十五條 機關之間的一個 漢閣你們應該要先協商完 協商不出來之後 你才可以尋求釋憲啊 那你現在人家會質疑說 那你為什麼這樣禁止協商 就直接釋憲 然後人家 其實人家那個行政院 是不是陳信安 還是陳安信的那個律師 對 人家是有準備的 他馬上就說 六十五條是不涉及違憲 我們這個案子是從 就是他 但是我的目光 一直被旁邊的那個理律給信 對對對 也是瞬間爆紅 但是重點是 人家問的問題都很犀利 重點是在於 你有沒有準備 你如果沒有準備 你只會突顯出 你自己真的是 毫無招架能力 那我覺得剛剛提到 這是第一個戰場 第一個戰場 藍白勝 而且頭頭頭敗的敗 而且是敗的頭頭頭 就是一敗塗地 第二個戰場在哪裡 第二個戰場 其實大家本來是在看 司法大戰 所謂司法大戰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鄭文燦嘛 那問題是 雖然大家都知道 這看起來是收押鄭文燦 但是我們有很多人也會解讀說 我連鄭文燦都敢辦了 綠跟綠我都敢辦 藍跟白你剩在那裡 所以大家才會 不只好幾個媒體 民調就說 你認為誰會是下一個鄭文燦 毫無疑問 大家都認為是柯文哲 而且我從媒體做出來的民調 都是柯文哲 而且呢 認為下一個就是他的 高達七到八成的這個 對 每個人毫無懸念 所以呢 這是第二戰戰場 雖然砍的是綠 但是大家會認為 下一個會一樣會受到影響的 也是藍跟白 所以第三個戰場是哪裡 就是立法院 事實上我們都以為 立法院應該不會 每個都這麼糟 已經剩幾天就要 休會了 感覺應該會來不及 沒有想到他們硬來硬上 為什麼 就是因為第一戰場跟第二戰場 您禽獸出來的一個氛圍 讓藍白認為說 我們不能 不能這樣子 就是再等下去 好像對我們不太利喔 他就會認為 就算是難看 不管我就是要強度觀山 因為就剛剛提到的 這就變成 是我自己的一個護身符 保命符 我就難看又怎麼樣 不然你咬我嗎 我就是過了 不然你咬我 其實他們現在展現出來的 這阿法的態勢 確實就是這樣啊 所以說 對 這個也太荒謬吧 我就是 過了 不然你咬我 其實他們現在展現出來的 阿法的態勢 確實就是這樣啊 不然剛剛提到的 傅寬奇版本 從來都沒有聽過 講到傅寬奇 大家只會想到 花東的那些什麼 對啊 誰會想到原來傅寬奇 還有一個罷免 哪是當奇弄出來的 原來還有一個 傅寬奇版本 突然憑空出世 對 所以呢人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也太荒謬 之前完全沒有討到這個版本 第二件事情 吳比瑞這個版本 其實我們之前有講 人家都說他要策案 對啊 他要把它生命煮成熟飯 拿你的毛來供你的盾 是不是 就有點用這樣的寒意在 但是在裡面 關鍵角色最重要是誰 就是黃深山他們的白這8票嘛 這個白8票現在真的是 不然60票哪來的 對 而且我真的覺得 這真的太荒謬了 真的做的也是太難看了 你看 他說民眾黨會進場投票 否決提高罷免門檻 會進場會投票會討論 有些人不用在潑髒水 但我們會當時 我們會認為說 這個罷免門檻的這個案子 應該就是你剛提到 許宇珍那個案子 對 就是直接把那個幾%拉高嘛 就變成是你的那一個 就是你要超過你的罷免的票數 要超過當選的票數 對 那因為這是形成一個難度 非常高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們也知道 這個引起的爭議很大 所以這個案子沒有過 現在就變成是 我這個比較 比較糟的沒過 可是我用一個免禮針 沒有許宇珍把那個測掉了 因為他想說 哇 那我們去挺民眾黨的版本好了 對 結果 弄出一個復婚提版本 對 而且民眾版的版本 奇怪 你怎麼現在沒出來 本來是那個賣玉針對不對 是賣玉針那個版本 那個版本是說 好像要用身份證 但是我也忘了是 要不要引印 我只記得好像要有一個 身份證 要看還什麼樣子的情況之下 結果莫名其妙 殺出一個復婚提版本 然後還要給身份證 我覺得這真的是 我跟你講 現在我連去任何地方 你要跟我要身份證 我連去看病 你要跟我要身份證 我就跟他argue說 為什麼一定要身份證 不要說看病啦 就是說有一些 有時候好像是去銀行 他就一定要身份證 我就說 為什麼健保卡不行 就是我們連到銀行 要給人家身份證 我們都已經 都會擔心 都會擔心 因為現在詐騙實在太多了 好不好 去我們的賴總統 打炸 再來是掃黑跟素坦 打炸是第一等 這看齁 所以呢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會 對詐騙 尤其身份證這個東西 會很大疑慮 你弄這個版本 其實這個有 可是事實上 你還是達到了提高 罷免門檻 對啊 最重要的件事情是 我跟你說 你提高是一回事 你連討論都不討論 你竟然都莫名其妙 塞出個傅魂琴版本 這叫沒收 沒收人民的罷免權 而且你剛剛提到 黃珊珊說會討論 一定會討論啊 討論在哪裡 有傅魂琴版本嗎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 你也不能去責怪黃珊珊 因為現在問題在哪裡 問題是 阿北九變成是下一個 對不對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全黨救藝人 所以就犧牲黃珊珊的 個人威信 然後來救 來救那個柯文哲 那現在很明顯的 一個情況之 他們也不演了 他們就是會這個藍白 合到底 合到底到什麼地步 到第一站 哪一站 就是基隆 所以你會看到 基隆的這一站 事實上 我上次也有講過嘛 就是在基隆這個部分 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賴清德好像是 七萬六千多票 剛好是 這一次罷免 那個所有 投賴清德人這一次出來 只要投給那個 就罷免的話 其實是有可能會過的 然後但是侯友宜 是八萬多票 其中柯文哲 還有拿五萬多票 所以呢就是藍的 雖然你可能 不一定會被動員 吹出來 但是藍的吹出個三五成 那個中間投給柯文哲 再吹出個三五成 那個其實就有辦法 去阻擋 借國良不被爆 所以我覺得 我剛剛提到的 三大戰場 風火連天 風火連天 一環扣一環 所以現在就是 被藍白認為說 現在看起來 如果連鄭文燦 都敢殺的 這樣下去的話 柯文哲 修夸事情 其實其他後面一段 復婚旗 我跟你講你也等著 所以呢 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現在也不演了 我就是再難看 我就是擺明著 我就是阿拔 我就是要去通過這個 復身符 你又能拿我怎麼樣 來林陶 為什麼今天如此阿拔 只為了這招 復身符 哇 這一點都不會阿 我很自在阿 憲法法庭被KO成這樣 所以現在只好 從選罷法下手嗎 基本上 我們看到剛才 慧珍姐提到 就是說阿現在身份證 大家可能會有自然的疑慮 然後覺得很恐慌 是真的阿 優秀姐 現在台灣我們這個 所有的資料庫 那個駭客 直接害金內證物拿去 拿去那個暗網 把它販賣掉了 那兩千多筆都出去 現在連往生的人的 健保卡的資料庫 都可以作為這個 學術的辦法 你敢提這個 那我就要把數據給你 你們當時國民黨 反空污公投裡面 連署四十九萬 七千一百九十三人 不合規定的十八萬 不是 我跟你講 過去藍綠 過去藍綠 都有這種連署 有缺失的狀況 連這次拆兩行動的 召集人 跟這個基隆的選委會 都去勾擊他的資料 都覺得 確實有疑慮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一併來檢討 過去這個 沒有連署完成的 或是說 例如說 有那種超手冊的 全部都一併來處理 所以你看 有現在檢討嗎 要討論 你要看資安的問題 資安 那些政部先檢討 人民的資料 不要每抽賣賣掉 第二個是 如果民進黨 下一個會期 他敢提總統 副總統 連署罷免原法 也把這個 我們講身分證 原本去除掉 那我覺得就可以討論 為什麼 因為同樣的標準 現在其他的法裡面 總統副總統的 暴民法 現行法規 就是隱因身分證 所以你要說 總統的 一般民意外 沒有 都是選舉 不住移民代就很大 跟總統一樣大 沒有總統的分數連署的門檻更高 連署分數更多 他資料有可能會外露的可能性更高 所以我覺得這一併討論 因為是同樣邏輯 第二個部分 我必須要講 因為這次選罷法是過惡毒 就是過惡毒 那門檻沒有被討論 就完全沒討論到門檻 他只討論到連署的格式 就是連署他變成這個身分證影本 比較嚴格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全民都可以接受 你確定 對 因為你看白原本提這個版本 那白也認為說現在不要修門檻 那國民黨開了這個 我們講的專家跟公聽會 我們覺得 好 那大家覺得說 不要用門檻 因為門檻好像 好像在刻意在規避什麼 好像你就視落了 所以這次門檻是沒有討論的 那不管是門檻或連署的格式 謝國良這次我們基隆的法案 都不會適用 來不及嘛 來不及適用啦 你過已經九月 都已經十月 謝國良票搞不好投完了 但是這個業力可能會在基隆引爆 你不擔心嗎 不會 這兩件事 這是兩件事情 這是兩件事情 因為真的無關 那我覺得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業力不知道引爆到哪裡 不知道誰會在這裡身上唐炸 因為你自己看到嘛 鄭文燦社路逼案 然後想說 你們這個現在有社路逼案 然後臺南有這個槍擊案 你去罵基隆 民眾也覺得 對啊 怎麼會來罵基隆呢 基隆市政再怎麼樣 這個借國良有過去把這種 我們不管是從物銀行或這些政策一一個做 那民進黨現在想說 啊你現在一個草皮啊 一下為什麼 你希望之秋 派這個副市長去 你自己不去 我覺得放在台南的槍擊案 跟這些弊案裡面 我都覺得還好 你要檢查這個瑕疵 我都是也沒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發生什麼事 北北基陶的市長合在一起 那畫面就很好啊 大家一起對於求生 他們都是倒數幾名 他們本來一堆都是倒數的 這四個市長很棒啊 我們講的 我們在講說Metropolitan 就說整個北北基陶一千萬人口 好好的把政策做好 所以我覺得那個味道就有出來 特別是尤其姐 明天更棒 明天哪裡棒 其實今天晚上就很棒 為什麼 因為今天晚上很多雙北的明代 或是北北基陶的明代 切國良就會跟他們 在洗來燈 對 洗來燈 那因為今天晚上 洗得很棒啦 就還不錯 不是就針對政策 針對政策 然後針對一些節奏的討論 我覺得大家有聚會 然後把這件事弄好 那明天早上重點是什麼 因為我聽說喔 賴清德明天要去基隆 那所以基本上明天是一個對座 那我覺得我們國民黨 不會就是說 今天一定是就是說仇恨 或怎麼樣 我們只做一個主訴求 就是民進黨好像選輸了 還想重選 那我們為什麼後來把他打到熱戰 就是希望反惡霸 那我們的目標 像剛才來賓有提到 我們就是希望不同意票 是高於同意的 所以其實我們 你看到說 哇你為什麼要熱戰 為什麼不能戰啊 讓那個票數 讓他自己七萬六不會過就好 不是 我們不是這樣消極的 我們希望不同意票 是高於同意票 那另外就是說 今天確實 這個讓他 有些人不意外啦 就是說這個沒有想到選發法 真的是用禁服二度的方式 就直接給他過了 而且今天是六十票對五十一票 六十票哪來的 當然民眾黨贊成啊 所以你怎麼看今天這個狀況 然後今天這個狀況呢 這個林濤說不會影響到這個謝國良 這兩碼子是 然後呢 重點是在於 雙方的這個熱戰 真的是這樣嗎 這個那要看謝國良怎麼想啊 會不會影響到他嗎 那他如果不擔憂不幹嘛的 看起來不會說還要在大宴賓客 因為而且講實話在五星級的飯店 那要請客也是到基隆去請 為什麼在臺北請 這不也很奇怪嗎 就是說當然現在整體的這個 罷免案上面來講 我認為謝國良其實 我公開講過我覺得他衰啦 因為你說真的是對謝國良的仇恨值嗎 就罷免案到今天為止 其實我沒有那麼覺得 會去投罷免的 會去願意去連署的 難道這是因為討厭謝國良嗎 我覺得他太簡化了啦 因為罷免是需要提出案 也就是說你的案有你要說明嗎 那你大概就是針對 都是這種說這個這個施政上面 有哪些地方 那你有沒有辦法拿這個理由去 說服那邊想要罷免的人 他不見得是仇恨謝國良啊 所以如果今天要把它打成 是一個熱戰的方式說 我們就是覺得這個反惡霸 那國民黨在基隆喊什麼 要霸來啊我們全霸 那你有沒有叫惡霸 那個叫做什麼 反惡霸這個不就跟 被問到反質詢一樣荒謬嗎 回來講這個 國民黨現在要讓他禁服惡毒 其實老實講 這是完完全全正確的 為什麼要正確 因為之前大家在講說 你們程序不完備嘛 你們是不是亂搞 所以國民黨現在就是 好啊我前面要跟你談這個 這個進委員會 但你們都不要啊 不要現在我就禁服惡毒了 這個就把程序走完過場啊 那這種過場的方式 就是為了要打後面 所以你看今天為什麼 民進黨在這件事情 你有看到民進黨 一大堆人跳出來說 你看啊他又禁服惡毒 民進黨冷冷的嘛 因為很簡單啊 戰場不在這了啦 戰場一定是未來等到 到院會裡面去 因為誰知道中間會怎麼改 有沒有適用謝國良 我們不敢說啦 但是我就講很明白的說 就是說民眾黨在跟國民黨 在這件事情上的陣線是一樣的 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說民眾黨現在也跑去 跟這個這個基隆說 已經熱戰都排好了對不對 那有些人講法是說 喔我現在國民黨撈一點出來 然後民眾黨撈一點出來 搞不好反罷免就可以過了 剛剛應該有這個論述嘛 我們就回來看 國民黨現在喊要吹八萬票嘛 就是說你要衝八萬的 這個不同意票嘛 對不同意要高於同意 基隆市市長選在裡面喔 謝國良拿到多少票 謝國良拿到九萬多票嘛 拿到九萬多票 其中呢他的對手 我現在只講前三名啦 只講前三名 第二名是蔡適應嘛 拿到七萬一千三百票 其中謝國良拿到了整個選票 百分之五十二的結構 蔡適應拿到了百分之三九 第三高票呢叫陳威仲 他拿到一萬兩千票 他拿到一萬兩千票 六趴多啊 陳威仲什麼黨的 時代力量 講完了 民眾黨在這邊有任何的價值嗎 他在當時投票的時候 就選編了啦 因為這沒有民眾黨的參選人嘛 所以他當時就已經投票一項 就投完了 你說我現在好 我也覺得就是說好 民眾黨可以去幫忙站一下 或許可以衝一點 可是八萬票你要衝出來 要靠的是誰 靠的是那些幫忙站台的嗎 靠的是今天謝國良 請吃飯的那一批人 去幫他衝嗎 不是 我回到我最前面講的 就是說 這件事情把它那麼簡單的看成 因為仇恨謝國良 所以我想盡辦法去把這個值衝高 衝什麼 就是好我今天就開始去罵民進黨 反惡霸不就是也是針對民進黨嗎 那你這些東西拿去針對敵對民進黨 對謝國良有多大的幫助 謝國良不是徐巧欣啊 徐巧欣是集所有仇恨值一聲 就綠營的仇恨值一聲 所以你看他每個議題都沾啊 然後每個議題他都要去碰 而且碰的手段跟手法非常厲害 為什麼 因為他不問事情到底對或不對 他只要罵綠營就OK 可是他罵綠營這件事情有效 因為綠營的會討厭他 綠營的罵他 國民黨就覺得哇 徐巧欣是國民黨的女神 是國民黨的戰神 所以要互助徐巧欣 謝國良可以扮演這種角色嗎 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不是這種型的政治人物 好國民黨現在說我去幫你衝 我們去那邊也跟著徐巧欣的模式 大家拼命戰拼命戰 然後這樣票就會給謝國良 我覺得太小看謝國良的選民了啦 他們絕對會投給謝國良 不是因為那個仇恨值 所以謝國良現在最大的壓力 其實是那些願意投給他的 那些理性的選民 現在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一段的施政裡面 對謝國良的這個 所謂的喜好產生動搖 訴求那種敵對的 我認為他最少可以達到的一個是 你就去激化那一些 這個被你罵的那些人 去投反對 去投贊成罷免謝國良 但是用同樣的這種所謂的 戰術戰法 我還寧可認為啦 我還寧可認為 謝國良如果要面對基隆選民的話 其實不需要找這些人 這些人是配角 怎麼會到今天為止 這些人變成主角 那一天一大堆人 站在街頭的時候 你看到主角那天 謝國良一直在旁邊 點頭微笑 還發生了那個警察叫那個 那個一個阿嬤 趕快走 三秒鐘給我過馬路 那種都是極度扣分的 但謝國良到今天為止 我沒有看到 我應該沒有看到 他對這件事情發表評論 這是加分嗎 這才是你市政真正應該 要去面對的問題啦 好另外來看到是中國消費急動 股市也慘兮兮 還敢跟台灣比啊 現在連中國小粉紅都閉嘴 看不下去了 所以怎麼辦呢 中國只好又使出小動作嗎 敏寬 現在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美國跟中國之間 不管是科技戰 不管是關稅戰 不管是商品戰 是玩真的 那很多人就說 這會不會擦槍走火 這個一步一步再看 但現在軍事上雙方頂來頂去 這個勢必一定要 但我們現在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中國他們最厲害的一件事情 他們就是會 沒關係 你進我中國的一個產品 我在一個關鍵的地方 另外生產 例如說像電動車 我就在泰國生產 例如說呢 我的整個很多鋼鐵跟鋁的一個產品 我就來做洗產地 太陽能過去利用馬來西亞 利用台灣洗產地 同樣的一個道理 所以過去我們先來看 墨西哥 因為他叫做 美加墨共同經濟協定 所以這三個地方 彼此之間沒有關稅 這個叫兄弟同盟 過去墨西哥常常被中國 拿來做整個洗產地 那很多時候 因為那時候美國他也缺 所以常常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現在美國說不行了 絕對不可以 你們那種所謂的中轉 什麼叫中轉呢 你從中國大陸出貨 出到墨西哥 再從墨西哥 轉到整個美國去的 現在一律加稅25% 你只要是非我們美國 加拿大墨西哥 有融化或整個所謂的交助的 一律視為所謂的外國產品 所以現在雙方之間 商品之間的戰爭是越打越大了 但我們來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中國現在最大的一個麻煩是 沒有人敢花錢 沒有人敢花錢 所以現在包括了名品 名車奢侈品 現在整個都往下掉 英國有一個非常大的廠商 叫Burberry 最近他們也開始在做裁員 大家突然間發現 原來過去中國很多人都買名牌奢侈品 那現在買不動了 所以中國消費急凍 外資最近也急測 結果中國股市跟債市一個月 就跑掉了650億的台幣 就直接跑光光 這是第一件事情 消費急凍的情況之下 大家突然間發現過去上海最棒的 包括日本的伊士丹 包括了太平洋等等 現在百貨公司也撐不住 所以他們都在今年的上半年 陸陸續續的關店 那這個關完店之後 先跟各位說 一家百貨公司裡面動輒 成千上百個工作人員 他們就直接沒有工作 而且都很大的百貨公司 所以現在大家都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 而且這件事情是南華早報說的 為什麼呢 經濟火車頭現在熄火 嚴重的一個熄火 所以深圳他們就說 深圳的失業率好恐怖 突然間整個失業暴增40% 發生什麼事呢 南華早報就說 深圳今年的第二季跟整個第一季 單單一季之間 40221人的失業人口 就增加這麼多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但現在雪上加霜的是 現在已經來到了七月份 而大學生六月已經畢業了 他們說現在最慘的是 居然有三分之二的博士生 跟碩士生 現在是找不到工作的 父母辛辛苦苦 花了很多的一個經費 把你去讀書 結果讀書完之後 你找不到工作 這件事情後面該要怎麼解 不知道 但現在呢 最辛苦的是那些所謂的移工 好多人一趟路千里迢迢 從整個鄉村跑到都市來 要找工作 我們來看喔 裁員潮持續的一個蔓延 我們去看到那個深圳車站 真的是非常的嚇人啊 現在好多人說你太晚去 還找不到位置睡 太晚去還找不到位置睡 天啊 好多人說這個啊 很多人這個都是人礦 太晚去還找不到位置睡 天啊 好多人說這個啊 很多人這個都是人礦 為什麼是人礦呢 先跟各位談啊 他們本來也是懷抱著夢 為什麼呢 他一趟路從鄉村來到了深圳 他們就希望能夠找到工作嘛 可是現在就找不到 然後呢 當地人就說 這個這些所謂的在地上躺的這些啊 很多他們就說從去年就開始了 可是現在呢 很大的一個麻煩是 這些無家可歸的 露宿街頭的工人們 好像有點越來越多 那為什麼呢 因為深圳的工廠 持續在減少當中 所以呢這個是目前深圳的一個狀況 但這兩天呢 我們來說五月天 五月天真的太厲害了 發生什麼事呢 七月七號是七七事變 結果五月天還在唱歌 還在唱歌 所以呢五月天的阿信呢 他就回應了 整個央視呢 說七七事變 他變成一個貼文 但很多人就說 哎呀你們就是因為人民幣太香嘛 對不對 為了人民幣來做整個所謂的彎腰嘛 所以呢現在trade上面呢 五月天去封鎖了台灣的一個網友啊 就直接封掉了 而且他在這個微博上面怎麼講 他說這是一個很重要 具有紀念意義銘記我心的一天 結果竟然封鎖台灣網友 沒有錯 所以台灣的網友 就做了一個非常深度的梗 這個網友他們就做了一個高級酸 他們就說 畢竟中國的五月跟台灣的五月是不一樣的 那這句話意義在哪邊呢 原來中國的五月 六七我跟你說中國的五月有三十五天 中國五月有三十五天 因為他們六四天安門 那天不能算 所以呢六月一號沿路過來就是五月三十二 五月三十三五月三十四五月三十五 所以中國的五月天特別長 那當然中國五月天其實能夠賺人民幣 他們的人民幣也相對來說比較香啦 好回到今天喔 今天好多的股友真的嚇一跳了 為什麼呢今天台股尾盤中錯六百點 那尾盤中錯六百點講句實在話也短信也漲多嘛 為什麼呢 因為台股這一波其實是非常非常瘋狂的 因為台灣現在就是台灣錢贏咖 台灣不管是股市 不管是房市 好多市場通通都是緊噴啦 那現在呢台積電好 台積電之前現在的高點是一千零八十啦 他好多人說該買呢還是該走呢 這個有各種不同的一個討論喔 我們不對於所謂的短線的一個價格來跟各位說 但是我還是跟各位談長線喔 目前包括了台灣美國日本跟德國 再跟各位談一次 從今年一月說的到現在說法都一樣 台積電從今年七月份開始陸陸續續 全世界會有十座廠陸續的開出來喔 而且現在呢好事 這個要跟各位來說明一下 二奈米下週開始要來做市產了 那為什麼要做市產呢 很簡單 他開始市產就代表真正的訂單 在後面已經來了 蘋果在二零二五年會拿下首波的二奈米的一個產能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但好多人就說 唉呦台灣都是台積電啊 都是一個人的一個江湖 先跟各位說錯 大錯特錯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喔 這是一個網友啊 最近寫的 他說台股真的強啊 今年漲三成的比比皆是喔 又起往內一看嚇死人喔 鴻海今年居然上漲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五 他漲一倍 漲了一倍耶 他漲了一倍耶 然後呢他們就說我們來看喔 包括像廣達漲48% 包括了像整個所謂的國泰金 包括像聯發科 包括像富邦金 沿路一路往上衝 我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喔 最近星光金啊 好多人看不懂啊 那不是現增在七塊半嗎 怎麼股價衝破了整個九塊之後 往十塊前進 今天都已經十一塊站上去了 沿路都還要往上走喔 但各位別忘了喔 星光金的淨值還有大概十六塊左右 有幾個月 我愛言 你會不會有六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